汪小菲被台湾狗仔爆料 婚内出轨超过10位不同女性 且圈内圈外都有 甚至连韩国都有她的暧昧对象 31日台湾狗仔葛思琦召集媒体 公开跟汪小菲的对话 汪搬出妈妈张兰住院的悲情牌 结果同一时间 张兰一无往常开直播带货 身穿着点点小洋装 气色看起来相当好 一点都不像刚出院的人 网友关心她 她回应 是的我前一晚住院 都这个年纪了 偶尔去趟医院是正常的 而在直播途中 张兰还多次说话无力 那今天出了800cc的那个血 应该喝点什么呀宝贝 觉得有 觉得有点那个 觉得有点体力不支了 是是是刚从医院回来 刚从医院回来 对于三名攻击 张兰始终笑笑面对 虽然整段直播过程 都没提到儿子汪小飞 跟前媳妇大S的事件 但也间接的证实了 台湾狗仔葛思琪所说的 汪小飞用张兰生病的事求牢 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看在家里的身体 不好的面子上 不要继续爆料了 就我所说的 就是这个悲情态 宝贝 随着